皇帝同意你出征了 太好了 我要跟大哥一起去打仗 我也要去 必定将那北国赶出大州 怎会如此之快 照皇帝的性子 恐怕不会这么快 便同意启用大郎的 你在担忧什么 眼下前线战士告急 皇帝并不傻 自然知道该早下决定 若当真如此紧急的话 皇帝也不会等到此刻 才出兵了 对了 我听说 赵岳等人本是反对出兵北国的 但一听高炯杨肃举荐大郎 竟又支持大郎出征了 这问题便出在赵岳身上 赵岳以前都是与你为敌的 为何突然就同意启用你了呢 这其中必有诈 大郎 要考虑清楚 无妨 一切只要见既形式便好 我讨论就是先连个字 此番回去 一旦开始拉拢朝臣将士 便没有回头路了 想清楚了吗 大舟是在他手上日渐衰落 民不聊生 是他羡负了天下百姓 我算是想明白了 要为百姓做些事情 手中必须要有力量 可我担心的是丽华 即使她对宇文云已失望透顶 但她还是她的夫君 我怕她承受不了 如今的宇文云 那是荒淫无动 她根本就没有顾念与丽华的情谊